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始自己动手 这时候中年老父亲的理论又来了 我虽然暂时不收拾 但并没有让你去收拾的意思 后来带蒋秦秦的目光压力下去 西德干了根没干一个眼 最后还要辩解 我不是懒我 只是别人抢托我干活 作为一个懒人 其实我可以理解陈建斌老师作家 我要随心所欲 顺其自然的想法 但是下面这部分就不太能接受了 怀孕八个月的蒋秦秦明确表示肚子太大 做饭不方便 你以为陈建斌老师这次会做饭吗 不 陈老师表示那我们就简单吃吃吧 有多简单呢 能生吃绝对不开火 逛超市的时候 都是挑的樱桃 胡萝卜 黄瓜 面包 这些东西 不能生吃的一律拒绝 后来蒋秦秦看不下去 表示要做饭 陈老师表示别做了 我们吃吃水果 面包 喂增汤就好了吧 大哥 你老婆怀孕八个月 她需要提供两个人的营养 你当他现在减肥啊 无奈之下 蒋秦秦只好自己做饭了 而陈建斌老师呢 屋里躺着呢 到了最新一期 两夫妻决定摆出觅食 蒋秦秦在房间里找自己的墨镜 陈老师在外面等 然后就开始了不断的催促 临出门前 蒋秦秦让陈老师关一下门 结果陈老师还说了一句神经病 字幕没打出来 因为他觉得那个门没必要关 上车之后 蒋秦秦终于忍不住爆发了 跑个题 为什么人家怀病八个月 甚至是在哭 也可以这么没 陈老师在外面等 然后就开始了不断的催促 临出门前 蒋秦秦让陈老师关一下门 结果陈老师还说了一句神经病 字幕没打出来 因为他觉得那个门没必要关 上车之后 蒋秦秦终于忍不住爆发了 跑个题 为什么人家怀病八个月甚至是在哭 也可以这么美 不过黄桑还是有优点的 在知道老婆生气之后会竭尽全力的哄 而不是死要面子的摆脸色 但是蒋秦秦还是一脸冷漠 不肯理他 哈哈哈哈 陈建斌老师还发动卖蒙攻击 不成功 后来两人刀秋千 陈建斌老师上蹿下跳 使劲各种法宝 蒋秦秦抱着大肚子一脸冷漠 太可爱了 虽然又懒又贫 但是也别忘了陈建斌 本身就是个才皇行义的人 他是道理演员 明镬花宝